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并且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的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本月26号起展开南太平洋岛国参访之旅 新头壳综合报道 王毅首战就来到了与中国刚刚签下安全合作协议的索罗门群岛访问 中国与索罗门群岛的安全合作协议 引起了美国与澳洲等国的忧虑 如今中国势力深入南太平洋地区 想拉拢的也不只有索罗门群岛一国 中央社报道 中国这周进一步增加了筹码 向索罗门群岛和其他九个岛屿国家提出了全面安全协议 即使只有部分实现 也能够使得中国在太平洋上更接近夏威夷 澳洲 新西兰 并且直逼美国战略性领土关岛的家门前 中国坚称提安目标是要维持区域稳定与经济成长 但是专家与各国政府忧心 在这背后是扩大在这块战略性关键区域影响力的野心 美联者报道 从取得的协议草案来看 中国希望训练太平洋警力 组成传统与非传统伟安力量 并且扩大执法合作 而中国的目标之一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帕努埃洛 警告其他国家不要签订协议 他表示 这恐怕会造成新的冷战 而这还是最好的情况 最糟糕的状况是会酿成世界大战 而中国的拉拢行动 首当其冲的就是新西兰与澳洲两国 对各国的忧虑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特别出面释放善意 王毅今天表示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 无意与谁去竞争 愿与澳洲 新西兰等国加强沟通 在尊重岛国意愿基础上 展开更多的三方合作 他说 百年变局之下 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加强团结 中国愿尽己所能 支持发展中国家 包括太平洋岛国 加快发展振兴 在此过程中 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 从不附加政治条件 也从不寻求地缘政治利益 愿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实现发展繁荣 使这个世界更加公平 王毅表示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 以及太平洋岛国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寻求排他性权利 中国愿意与所有关心岛国的国家 尤其是澳洲 新西兰等国加强沟通 发挥各自优势 在尊重岛国意愿基础上 开展更多的三方合作 但是 相关发言 不可能让美国及其盟友放心 而现在继索罗门群岛之后 最有可能与中国签署安全协议的 南太平洋国家就是基里巴斯 美国情报官员向金融时报表示 中国在与基里巴斯磋生 至少还会有一个太平洋岛国 可能会洽谈与所罗门相似的安全协定 金融时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说法称 中国和基里巴斯断断续续洽谈安全协定 已经有数年的时间 直言中国想在太平洋岛国建立战略7地 而相关行动将使得中国势力在太平洋进一步扩张 并且挑起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紧张关系 中国进行大外宣的行动已经行之有年 而现在知名搜寻引擎Google 似乎也被北京当局的外宣影响 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为扩大其政治立场的影响 而开展的全球行动 正在协助北京当局 获得一块令人称现的网络资产 在Google其他主要西方门户的首页搜寻结果 根据布罗金斯学会和另外一个华盛顿智库 旨在研究和抵制专制政府影响的 保障民主联盟的一份新报告中 反映中国对其人权记录和新冠病毒起源之立场的内容 现在经常的出现在Google Beam和YouTube的排名靠前的结果中 这两个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 即使使用中性的搜寻词 比如新疆等等地名 中国官方的资讯来源也表现得非常好 新疆是中国的偏远地区 有关部门在那里居留了数十万图厥穆斯林 作为童话行动的一部分 而全球最受欢迎的搜寻引擎 YouTube和Google在中国被过滤 用户数量少得多的Beam 在中国可以使用 但有时会允许对中国用户的敏感话题进行审查 也影响其海外用户 每项服务都使用演算法来权衡 诸如来源的权威性或者新鲜度等等因素 以排名和更新内容在其结果出现的顺序 在研究期间 从去年11月到今年2月的120天 在YouTube上搜寻新疆 几乎每天都有来自于中国官方媒体的内容 出现在搜寻结果的潜力 在Google或Beam的新闻网站上 也有将近90%的时间都是如此 有此可见 中国在高主网络长城 阻导中国民众使用这些平台的同时 也成功地渗入影响墙外中文使用者的搜寻认知 日经新闻报道 当前日本政府考量到中国的军事威胁 计划最快要在本年度内 放宽与出口防卫装备相关的管制 检讨甚至连战机以及飞弹等等大型装备 都可以对外提供的方案 希望透过与相关国家的合作 来提高对中国的贺阻力 日本政府目前正在检讨 只要是签署个别协定的国家就是出口对象 以现阶段来看 一共包括了澳洲、印度以及欧洲和东南亚等12个国家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连亚洲安全保障环境也日益研俱 如能把日本制造的防卫装备扩及周边国家 就可以期待各国与日本在安保层面的合作关系更为深化 日本政府2014年制定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 部分放宽原则上禁止输出的品项 但要出口防卫装备到共同开发国以外的国家 警线救难、运输、警戒、监视以及扫雷等等目的 如果改变这项规定的话 未来连攻击击的装备都可以出口 报道指出 在预计今年底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之后 预计就会修正上述的移转三原则 日本目前正计划与美国以及英国研发下一代战机与飞弹 对在日本国内制造装备的企业来说 产量少代表成本高 日本政府增加采购量 如果能出口的话 就能以量产效果来降低成本 日本能放宽出口装备的对象 是彼此有签署规定装备出口的防卫装备品及技术移转协定的国家 包含了四方安全对话成员的美国、澳洲、印度 以及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越南、泰国、印尼、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 东南亚国家对于低价战机的有需求 美欧等国都把战机销往这些国家 为避免中国把战机销到亚洲国家以强化中国影响力 意料日本政府也将会检讨出口日本目前的现役击中 另外移转三原则禁止提供防卫设备给发生纷争的当事国 在乌克兰交入侵之后 日本政府以特立方式提供乌克兰防弹背心与头盔等等无攻击能力的装备品 如果移转三原则修订之后 提供这些无攻击能力的装备将不需要特立 就算未来受侵略国家与日本没有签署协定 日本就还是可以提供防弹背心等等品项 中国官方今天报道 27号新增264例新冠肺炎本土病例 其中上海降至170例 北京24例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通报 确诊人员都是隔离观察人员 并没有社会免筛查人员 据通报 北京目前只有东城区 西城区 海淀区 丰台区 石井山区 同州区 长平区 近三天报告过社会免筛查感染者 尽管北京多区已经达到了当局期望的社会免清零 但是相关风控政策却不见松绑 甚至似乎出现了升级的趋势 北京市商务局27号发布了新冠疫情流行期间 外卖人员防控指引第三版 其中强调企业不得跨区派单 要落实人移动不跨区的分区服务 限制外卖员跨区流动 指引要求企业通过电子围栏等等讯息化隔离方式 做到消费者无法跨区下单 商户无法跨区接单 企业无法跨区派单 外卖员无法跨区送单 指引又表示 原则上外卖员应在居住地行政区进行配送 活动范围不超出居住地工作地配送区域 若居住地与工作地或配送地不在同一个行政区 需要点对点的上下班 不能乘坐公共交通 并且实施点对点的配送服务 减少配送工作以外的活动 指引又指出 企业需要对外卖员采取集中管理 在风控区内 闭环工作的外卖员必须集中居住 并且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为员工提供集中居住 并统一安排住宿的企业 应该掌握员工的住宿资料 外卖员不得居住违规群租房 在风控区管控区等中高风险地区工作的外卖员 需要采取白名单管理机制 每天一次的核酸检测 一次抗原检测 其他外卖员则每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新疆人权问题长年来受到国际社会踏伐 近日再有多间国际媒体披露种族灭绝政策资讯 而德国政府一改过去的姑息态度 采取了新的举动 法广综合报道 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中午表示 由于中国西北部省份新疆的人权状况 德国政府首次拒绝支持在中国的投资 这提高了对当地官员进行制裁的可能性 哈贝克接受星期日世界报采访时表示 德国今后的贸易政策将更重视人权问题 哈贝克称 德国会在适当的时候禁止中国投资项目 更以人权为优先 他透露 一家也活跃于新疆的企业申请扩大投资担保 但德国政府没有同意 这是首次因人权原因不给予投资担保 而根据明镜在线报道 申请投资担保未获批准的企业是大众汽车 报道原影经济部发言人写道 一家企业共提出了四份延长投资担保申请未获批准 大众汽车证实提交过投资担保申请 但是尚未收到政府的答复 对此大众发言人仅表示 正在等待决定 当然也可能被拒绝 大众汽车因为其在新疆的业务受到批评 根据明镜在线消息 大众汽车的投资担保申请 并非是针对当地有争议的工厂 而是想投资在中国的其他工厂 但是德国联邦经济部拒绝为其新项目提供担保 报道引述经济部称 投资担保申请可能与在新疆的一家工厂有关联 至少无法排除这样的联系 报道指出在投资担保被拒绝之后 大众汽车必须要独立承担计划推进的中国业务财务风险 但知情人士透露 联邦政府的决定不会改变大众汽车的投资计划 新冠肺炎疫情仍未消停 现在多国又为猴豆感染提心吊胆 苹果日报综合报道 猴豆原本在西非中非地区一些国家流行 近期却是突然的出现在全球超过20个国家 包括了美国澳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10多个欧盟国家 西班牙卫生部今天表示 目前西班牙境内确定有98例确诊患者 英国则是有90例 葡萄牙卫生当局今天也说 已经通报确认了74例患者全数为男性 大多在40岁以下 路透社报道 阿根廷卫生部今天也证实 发现了两起猴豆病例 这是拉丁美洲首进 针对猴豆持续蔓延的状况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传染病危害预防部门 负责人布里安 在向各国简报 猴豆病毒不寻常扩散时坦诚 他们并不知道 现在是否只看到了冰山一角 他指出 未来会有更多的病例 专家们正在试图判断 这种不寻常状况的发生原因 初步调查似乎并未显示猴豆病毒 出现变化或者变异